关公在海外华人世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千百年来 关公已从一位历史英雄人物 逐渐演变为中意人勇的化身 如今 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故事流传 山西省太原市近距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近距表演艺术家武陵云在海外多地进行近距演出时 一直以关公戏为主 在他40多年的从艺生涯中 扮演关公已有30多年 赢得中国近距活关公的美称 近距是山西四大帮子剧种之一 近距的唱腔和表演独具中国北方特色 如何让传统戏曲借关公形象走出去 让其更好地在海外传播 近日 武陵云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近距的乐器演奏了 也在不断地变化 革新 这期间呢 近距借鉴其他的剧种配乐的形式 引进西方的管学乐和打击乐 及民族乐器的融合 在这个演奏规模呢 不断地扩大 表现力了更具韵味 当然我们近距的人物的服饰了 我觉得是设置鲜艳 图案复杂 承载着中国古代戏曲服饰的鲜明特色 随着社会发展 多元文化的冲击给戏曲传播带来巨大挑战 尽管新媒体与传统戏曲的结合 能赢得更高收视率和认可度 但近距的吸引力和时代结合度 还稍显滞后 传播效果受限 在我看来吧 我们近距的传播途径呀 方式及内容的创新不足 直至今天呀 实际上近距在海外的传播 仍然主要依赖着政府机构的推动 传播的心事单一 文化视角也具有局限性 民间各级演出团体呀 媒体呀 以及文化力量 未能在近距的跨文化传播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语言的不同呀 价值近距具具有浓厚 地方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地方语言 让海外民众难以了解近距 所表达的意思 其次呀 价值观不同 一些故事的思维方式呢 并不一定能得到海外民众的认可 武陵云的父亲 武中和母亲颜慧珍 是近距虚声大师丁果江的徒弟 1982年 其父母首次将观光故事 以近距形式搬上舞台 武陵云八岁学系 二十一岁便开始扮演观光 如今在世界各地 大概是有观地庙是三百多座 截至目前呢 应该我是去过五百多座了 五百这个多个观地庙了 我已经演了是两千多场这个观光戏了 希望自己呢能走得更多的观地庙 武陵云表示 要立足观光 仁义忠勇性的品质 不断寻找观光精神 与海外民众 及华侨华人内心追求的契合点 在用传统戏曲展示中国文化的同时 以情节 语言 思想等树立观光形象 激发更多海外民众 对观光的崇拜和敬仰 建立多语种的翻译体系 而让有效地更扩大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又是尤其是我扩大我们近距的书组面 比如说在演出的同步字幕翻译方面 怎么样去进行研究和设计 同步和设置备用多种 不同的这个译本吧 就比如说啊 以语言的直接性呀 口语化呀 方言化呀 等于海外不同区域的审美思维 语言表达的风格 比如说 一相智呀 应该是让民众更多的理解 从而引发共鸣